原來看了一個 Fantastics的一個歌舞劇 終於可以看到一個Live Show 有這樣子的燈光 有這樣子的Script 有這樣子的一個production 其實在台灣是非常非常難得 就是它的那個樂池在中間 這個設計也蠻有趣的 就是它可以把空間切割成很多 不同的時空 就會讓整個戲看起來更有層次這樣 空間設計 然後還有演員演的都很棒 歌很好聽 推薦 它的現場的道具美術非常的漂亮 還有四個人的說唱道具 還有聶雲哥的表演都很有趣 看到裡面很多的橋段 都覺得說有感而發 然後我在裡面學到一點就是說 你不能說不 因為你說不的話 他就會說yes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橋段都很有趣 那值得大家一起來探索 我剛剛覺得最精彩的 就是我很意外 場上有一個演員 他從頭到尾是沒有台詞 然後你又不會覺得那個人 他存在在那個環境之中 是很突兀的 就是巧妙的把整個劇情串起來 那其他的音樂各方面的 我個人覺得都非常非常的好聽 很希望大家能夠清零現場 讓自己的耳朵懷孕一下 真的演員唱功都非常的厲害 而且我超喜歡那個女主角 路易莎德 他真的超級會唱的 這些演員也太會唱了吧 就是他們的唱功 還有舞台的表現 我覺得並沒有再輸給紐約白老會當地 我覺得非常的棒 在這個舞台裡面 我覺得每一個點都非常的到位 比較感動的就是 中間的這個打鬥場面 他們可以這樣每個動作 舞蹈都沒有停歇 然後歌唱還是可以這麼的優雅 這是我非常感動的 真的就是看了其實真的蠻開心的 故事線也寫得非常的好 其實很多事情你特別想要去安排 反而不一定是好效果 很多事情真的要自己走啊 你才知道 所以你們一定要自己親自來看 你們才會懂 我感動的 我感動的 我感覺到 我很討厭 是 我感覺到 你不 positive 你感覺到